一新的沙喜来关心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即将启动访日行程 而这也是太太陈贝琪 首次跟柯文哲一起的出访 这一次拜访日本会拜会哪些政要呢 以及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们连线蔡炳红告诉大家 你讲一下这次好像是第一次带夫人一起出访 对 怎么会这一次怎么会带夫人一起出访 为什么 为什么 小孩也在日本天说很久没看到他了 然后其实去日北是我们密夜 还有第一次一起出去旅行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很怀念的 那就是趁着这次短时间 那一夜有一些假期就跟他一起去 你怎么定调这一次的一个防御行程 然后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选择 一样嘛 日本是台湾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帮嘛 而且两国情报往来密切 它情报关系排第三名嘛 那美国又 日本又是美国在亚洲专门班嘛 所以这种种关系加起来你知道 还是要对日本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这次去日本比照去美国一样嘛 一定要拜访那个国会 行政部门 智库你知道 台商 学留学生 那对日本还是要有一定 希望能够更深入的了解 那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日本也更了解台湾的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